这几天 中国最强外贸战舰 05CAP型导弹护卫舰的首舰 正式交付巴基斯坦海军 作为中国 有史以来出口的最强战舰 05CAP型导弹护卫舰 将显著提升巴基斯坦海军的水面战斗力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仅仅凭借05CAP型导弹护卫舰 并不足以让巴基斯坦海军 扭转自己对印度海军的劣势 中国此次交付给 巴基斯坦海军的05CAP型导弹护卫舰 是基于中国05C型导弹汇舰开发而来 若装被军更换了外贸产品 比如红旗16舰空导弹 换成了猎鹰80舰空导弹 反舰导弹则换成了外贸版 英机12A 也就是CM302超音速反舰导弹 印度海军水面舰队 36艘中大型水面战舰 其中有4艘维盾舰 考虑到巴基斯坦海军的情况 我们就不把印度航母计算在那里了 如果仅仅是计算 目前印度海军的驱护舰 那么印度海军就拥有 36艘中大型水面战舰 其中10艘为导弹驱逐舰 26艘为导弹护卫舰 如果说仅仅是数量上有优势 巴基斯坦海军还可以通过 集中优势兵力 在局部海域靠横下 印度海军的水面舰队 但如果有质量的话 那么印度海军 对巴基斯坦海军的优势 就很明显了 在印度海军这36艘驱护舰中 有四艘维盾舰 分别是一艘维莎卡帕特南级 导弹驱逐舰 和三艘加尔各达级 导弹驱逐舰 最先进的是最近服役的 维莎卡帕南号 其满载排水量在8000吨左右 和英国皇家海军的 45型导弹驱逐舰一样 采用了辨别率非常高的 一体化轨感 一体化轨感的顶部 则安装了以色列研发的 2248MF型 有缘巷魂的雷达 活力方面 维莎卡帕特南号导弹驱逐舰 安装有48个垂发单元 32个垂发单元舔装 巴拉克8型舰空导弹 16个垂发单元舔装 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 而加尔各达级导弹驱逐舰 实际上可以算作是 导弹驱逐舰的前行舰 雷达和导弹与 维莎卡帕特南级 导弹驱逐舰基本相同 也是32枚 巴拉克8型防空导弹 和16枚 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 雷达也是248MF型 有缘项混质雷达 实际上 塞尔各达级 导弹驱逐舰的编号为P15A 而维莎卡帕特南级 导弹驱逐舰的编号为P15B 所以 两指的差距并不是非常大 对于巴基斯坦海军来说 目前印度海军装备的 巴拉克8型舰空导弹 还不是增程型 最大射程在70公里左右 巴基斯坦海军的 猎鹰巴士舰空导弹 与之相差并不大 同理 巴基斯坦海军的 CM302超音速反舰导弹 也让其在面对 布拉莫斯时有一波之力 加尔各达级导弹驱逐舰 最要命的是 印度海军这四艘 钝舰上的 2248MF型 有缘相关之类大 其对空警戒 捕捉目标的距离为 450公里 捕捉精度也相当不错 将印度海军拥有了 在远距离上发现 和巴基巴基斯坦 海军攻击的能力 巴基斯坦海军水面舰队 十艘中大型水面战线 顿舰只有一艘 加上这次刚刚交付的 05CAP型导弹护卫舰 目前巴基斯坦海军 主要拥有十艘中大型水面战线 但实际上 真正拥有 出海与印度海军交战能力的 就是四艘 中国产的 F22P型导弹护卫舰 和一艘05CAP型导弹护卫舰 剩余的不是舰铃太大 就是排水量太低 面对印度海军时 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巴基斯坦海军这五艘 中国产导弹护卫舰中 刚刚交付的05CAP型 导弹护卫舰 因为有SR2410C型 单面相护车雷达 替换掉了382型 三座标雷达 所以勉强算得上是盾舰 但如果说 印度海军的 加尔戈达弹机 导弹驱逐舰 和维莎卡帕特南机 导弹驱逐舰 只是勉强用四面小盾 凑成了一套的话 但05CAP型导弹护卫舰上的 SR2410C型 相护车雷达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 单面小盾了 SR2410C型 相护车雷达 最大的意义在于 让巴基斯坦海军 首次拥有了 海上区域防空作战能力 也就是05CAP型 导弹护卫舰 能够和F22P型 导弹护卫舰 勉强构建起 海上区域防空作战系统 但如果真的要和 印度海军的盾舰比 又或者面对印度海军的 海空宝盒打击 还是有点勉为其难 实际上 如果巴基斯坦海军 真的想要在局部海域中 拥有能够硬钢 印度海军的实力 最好的选择 还是从中国进口 052D型导弹驱逐舰 052D DL型导弹驱逐舰 是目前中国海军的 主力导弹驱逐舰 满载排水量 在7000吨到8000轮时舰 非常适合充当 巴基斯坦海军 水面舰队的旗舰 在火力方面 052D型导弹驱逐舰 拥有64个吹发单元 并且从今年几次 公开展示上来看 后期生产的052D导弹驱逐舰 吹发装置已经做到了 冷热兼容 红旗9B 红旗16 鱼8 英机18 几款主力防空 反潜 反舰导弹 都可以填装使用 只有052D型导弹驱逐舰 这样的主力舰 它能够真正让 巴基斯坦海军拥有 和印度海军抗号的实力 05CAP型导弹护卫舰 已经开始交付 相信052D P型导弹驱逐舰 现身的日子也不会太远 那么 想必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05CAP护卫舰 作为未来巴基斯坦 海军的主力战舰 能否与有着 印版055支撑的 印度海军未来主力战舰 P15B导弹驱逐舰相抗衡 如果不能 巴基斯坦海军 又能通过哪些手段 重新恢复印巴海上平衡呢 巴铁定制版的05CAP型 在继承05C型护卫舰 32单元的强大进程防空能力的前提下 换装了性能更加出色的 SR2410C型雷达 相比我军自用版05C SR2410C雷达赋予了巴基斯坦 05CAP更强的进程防空作战能力 和反电子战能力 强大的提高了 05CAP护卫舰 在高强度对抗的可靠性 除了这项至关重要的升级 05CAP护卫舰 还换装了性能更为出色的 英机12外冒版 即使射程被严格 但性能不价于印度布拉莫斯 巴基斯坦的05CAP护卫舰 在同级护卫舰中 可以说是最强的作战舰艇 全新的雷达和更强的反舰导弹 加上32单元的垂发单元数量 亦使得该舰充分的作为主力舰使用 然而 对比跨级别的印度海军P15B导弹驱逐舰 巴基斯坦海军还需要引进中华神盾舰 才能够给予应对 P15B导弹驱逐舰排水量为8000吨 在印度海军中的定位 与我国的052D最新改进型相似 但火力仅相当于我国052C型驱逐舰 P15B导弹驱逐舰拥有48个大口径垂发单元 用于发射以色列拉克巴空空导弹和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 在ELM2248MFSTAR固态主力向空站系统的支持下 P15导弹驱逐舰不仅能够执行 远程防空任务还能够对地打击 更先进的武器配置使得P15B拉开了与05CP的差距 对于巴基斯坦海军来说 想要应对印度海军的P15B导弹驱逐舰 首选052D最新改进 不过 先于052D驱逐舰对于巴基斯坦海军仍然过于昂贵 以及巴基斯坦海军目前还未完成05CP护卫舰的交易 因此 巴基斯坦其实可以等到2030年左右 各入几艘二艘052C 尽管性能不如052D 但却是最具性价比的应对手段 过去 巴基斯坦的舰军思路非常传统 算陆军接着空军 最后才是海军 这也是很多国家一贯的思路 因此 巴基斯坦的海军实力是分潮弱小的 这一度导致巴基斯坦海军 必须在陆空军的协助下 才能完成近海防御的任务 自然 巴基斯坦的海军根本不具备远海航行的能力 除了自家领海的大部分区域 几乎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但是近来 巴基斯坦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巴基斯坦也不得不考虑 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重整海军的军备 首先是印度的海军 正在全力扩充实力 国产航母的建造进程 虽然一坨再坨 但也是即将军工 印度作为南亚大国 一直被视印度洋为印度质洋 想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称雄印度洋沿岸 另一方面 许多东南亚的国家 向俄罗斯 美国 中国等国 购买一些小型战舰 实力有所增长 而且对于外貌的装备评价很高 这些国家虽然弱小 但同样也在逐步实现海军的现代化 巴基斯坦 没有理由不进行全面的海军现代化建设 同时 巴基斯坦 如今也面临着来自印度的重压 两国的较量是全方位的 不仅仅是陆军和空军处理 海军也得贡献力量 为了位与筹谋 巴基斯坦必须要针对性的 强化海军实力 巴基斯坦此前 从中国购入05CP型护衣舰的外貌性 使用后的效果非常不错 巴基斯坦也由此更加坚定了 扩展海军实力的决心 位于阿拉伯海北部的巴基斯坦 地理位置其实非常优越 巴基斯坦刚好恶守住 波斯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连接到阿拉伯海的药种 我们知道 这是一条关系到全世界 数十亿人生活的石油海峡 其意非同一般 巴基斯坦近年来 转变了国防建设的方针 海军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巴基斯坦还在积极 同友好国家合作 定期举行联合军业 断练海军官兵的实战应对能力 提高海军的软实力 这一切都有助于 巴基斯坦海军走向现代化